在大客户苹果新品亮相之际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 他又见了霸气发言 他不满富士康工会老干部做事的态度 而郭董日前在员工内部会议时动怒 也喊出将会在自己生日10月18号那天 要将人全部改选换掉 还提醒员工选出可以做事 争取福利的主管 而除了大动作改善着内部的营运 红海也持续在中国布局 投金南京签下375亿人民币协议 将会增大六大领域成立研发中心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怒气冲冲 指着自家富士康工会代表劈头就骂 你不是你站起来 你不是铁帽子 你站在位子 你不是铁帽子 掌杆夫妻 他们来自以为是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郭董之所以会这么生气 都是因为不满 富士康工会老干部 不好好做事 没替员工着想 才会在内部会议上大动肝火 还呛吓要把人全部换掉 各位跟党的全部同意改选 你刚才配合持久大 现在我生日那天 十月十八 全部同意改选 选出来 你能够逼你们做事 争取福利的 你们就选择 二人做事就不要选择 都没有人 都没有人